腾讯体育8月16日是2018年,斯坦克维奇杯洲级篮球赛在深圳继续进行,晚上19点30分。 中国南篮篮队将对阵杯洲冠军图尼斯,腾讯体育将在19点对奔场比赛进行视频直播。 以下是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前瞻,南篮带头大哥分享领袖知道小丁周奇回归,克斯斯杯,他才是C类正视频直播斯杯南篮,蓝队VS图尼斯重点关注在15日首战对战芬兰的比赛中,中国南篮队遭遇了极大的挑战。 经过加时苦战,才以87比84拿到胜利。 今年夏天,中国南篮篮对屡次遭到伤病侵袭,密集的赛程又让他们难以得到休整的时间,而此次参加四杯他们已经疲态尽险。 但任球队进攻核心的吴钱,本场比赛拿到16分,但是他三分线外八次出手指命中两球,进攻效率明显下降。 赛后接受腾讯体育采访时吴钱也表示,我们现在的训练和比赛确实有些太平凡了,大家都处在一个疲劳期,我们也一直在调整。 本场比赛,是看吴钱能以怎样的状态,来帮助蓝队争取胜利。 中国南篮队主帅杜丰在赛后也表示,球队有多达四名球员生活感冒,整体状态较为疲惫。 而上一场带并作战的胡金秋,也顽强,他拿下了10分8个篮板,对战本篮一一篮队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是对战周鹏,他出战30分钟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2分,尤其是下半时比赛发力,成为篮队赢球的关键。 本场比赛周鹏需要在进攻端继续被蓝队做出贡献。 首场比赛,为了缓解球员场上的体能压力,首战杜丰派上了全部12人轮化。 而身在本次四倍15人名单中的里根,潘德军和周战东则没有得到出场机会。 最受外界瞩目的应该是刚刚与球队会合不久的里根,外界都在期待着他的镜下国家队首秀。 交锋回顾图尼斯南兰场名在非洲锦标赛中争战,直至2010年土耳其市锦赛,他们才首次登上世界大赛的舞台。 图尼斯南兰目前真正积极参与2019年南兰世界杯非洲区率选赛。 以目前的战绩来看,他们很有机会终得出战世界杯的名额。 中国南兰与图尼斯南兰从未在世界大赛中相遇,而2012年的斯坦克维棋杯,图尼斯南兰曾经邀来到中国参赛。 当时正在备战,2012年伦多奥运会的中国南兰,以85比54大胜对手,四倍首个比赛日。 中国南兰红队曾与图尼斯率先交手,比赛的多数时间里,中国南兰红队都占据着场上优势。 最终,以77比72级外对手迎来开门红,此一对阵图尼斯南兰的变成了南兰兰队。 这也是红兰两支国家队的间接比较,战前推演已是预赛主力出战本纪斯杯,的图尼斯南兰战绩并不理想。 他们在前两场比赛分别输给了中国南兰红队和克罗比亚南兰,尤其是左前面队克罗比亚南兰。 图尼斯以46比73遭到了一场惨败,从对阵中国南兰红队的比赛来看,图尼斯是一支擅长外线投射的球队,他们全场命中了十个三分球。 但是与克罗比亚交手是突然没了手感,全场比赛三分球24投尽二周,表现起伏很大,在内线高度和能力都有限的情况下,图尼斯南兰队震中国南兰队之时,会继续仰张外线进攻,届时命中率能否回升,我们也将拭目以待。 中国南兰队则应该在内线方面打做文章,抓住图尼斯南兰内线身高不足的弱点,要胡金秋、陶汉林和李源宇等人重点攻击内线。 当然,如果内线重气卡德军能够在本场比赛出战,中国南兰队的优势将会更加明显。 首场对战分拦,南兰队还暴露出了失误过多的毛病,他们全场出现了多达二十次失误。 在面对图尼斯南兰队之时,兰队应该尽量控制失误,尤其是后卫线传接球方面,他们需要做得更好。 有火虫飞安兰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下支,兰队应该尽量控制失误.